这是个审美畸形的事件 人均瓜子脸 高鼻梁 大眼睛 越是刀销利铁 越是显得品味独到 小美在这种审美熏陶下 小小年纪 画的画 清一色夸张瓜子脸 妈妈很是喜欢 作品挂了满满一墙 长大了后 成天就喜欢照镜子 觉得自己五官 哪儿哪儿都看不顺眼 闺蜜和她一样 还没经历过精调细琢 自卑的两人 常常一起讨论 要怎么整容 这天她带着画色 来到市里最好的整容院 说想整成这样 却被破冷水 这里的费用 可不是一般学生能承担的 小美失落地回到家 家人正在讨论 有人给狗做整容手术 真就全民变美时代 小美听到狗都能做 没理由自己做不成 和妈妈说 要做手术的想法 但姐姐说 她还在读书 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嘛 小美想赶着 在拍毕业照之前 赶紧做完 妈妈都没有阻止 只说自己存钱做吧 变相地绝了她的念头 爸爸往三桌前一坐 静置着脸庞 和妈妈如出一辙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袁胜莲的小美 感觉自己就是个异类 郁闷地跑出去 约小姐妹一起倾诉 结果她竟不讲武德 偷偷去整容了 难过的撒腿就跑 路上随便撞的个路人 都是漂亮的立体脸 全世界只剩她一个臭小鸭 这感觉可不太好受啊 好在上帝 总会给绝望的人 留一扇窗户 街边有个小广告 说在招募整容志愿者 白嫖 真无异于血中送炭啊 小美毫不犹豫地来到医院 对方给了她一份合同 密密麻麻地写下一堆 根本看不懂 医生说都是些常规内容 直接签字就好 听上去很不靠谱 但为了变美 小美还是抱着决心 签下了字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当纱布拆下来时 镜子里出现了一张 棱角分明 极为标志的脸蛋 妈妈无比丝毫地欣赏着 自己美貌的女儿 突然她瞪大嘴巴 不断朝后退去 这是医生的声音 画面一转 小美还躺在手术台上 满脸纱布 渗着鲜血 手术失败了 刚刚的场景 只是场美梦罢了 小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家人对此忽然不觉 全都埋头干饭 见小美许久没有动静 纷纷抬头 却没人打破这场寂静 那张脸究竟长什么样 定也没有交代 但一个整容失败的脸 想也知道 会有多恐怖 小美最新于整容 本意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 但那种刀瓜一般的脸 真的美吗 以我们的审美来说 无疑是丑陋惊悚的 可当大家都信奉这种美时 你真的能逃脱出来 勇敢说不吗 每个人对美的定义都不一样 这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相信我 现在的你 也很美 我还记得吗 不一样的 并不一样的